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 29日 已經是星期五了 七月就結束了 即是八月了 香港封關了接近兩年 一直跟外界 完全斷絕 不單止跟海外 跟大陸也是差不多隔絕 現在市民最關心的當然是通關問題 有建制派的消息傳出 香港在今年的11月 會舉行大型的金融峰會 邀請很多投行 金融界的人 來開會 還有國際七人籃球賽 這是對外重新展示香港國際都會的契機 報導形容 這是向國際開放的死線 一定要在11月之前通關 否則 很嚴重 那麼究竟這件事 是真還是假呢 這件事會不會 又是一個畫餅 哄著你們呢 因為Ruby7 七人籃球賽已經很多屆沒有在香港舉行 19年好像已經開始沒有了 那麼現在2022年 是不是重新搞過呢 是不是重新可以讓他開成呢 另外 金融峰會是請了美國 歐洲 所有的投行 全部的金融大陸來開會 究竟 香港政府是不是真的有能力 去決定開關呢 我們跟大家詳細分析一下 這件事堅定樓是不是畫餅 是不是 拿樓攤 還是 真真正正可以做得到 意思就是習近平要放生香港 我們跟大家分析一下究竟有沒有機會放生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5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面頻道 月費贊助 有政界人士坦言 不論是官方的口徑 以至本地建制派代表人物的公開言論 都說應該優先跟海外通關 而跟內地 防疫制度 是不同的 即是說 一國兩制 要走回 跟大陸不同的防疫制度 這樣 其實會出現了順德哥情失數義 顯示港府跟內地通關已經是半放棄狀態 基於政治正確 不會說得明白 我覺得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基本上 現在的港府 是不是會放棄跟大陸 通關呢 半放棄也不可能 因為大陸 就是香港的主子 他們 敢不敢 半放棄跟大陸通關呢 是不可能的 也不可能做一些違背 大陸 防疫的問題 由於大陸的動態清明 和西方國家的與病毒共存政策 方向完全是相反 香港今年初 Omicron疫情爆發以來一直夾在東西方之間 兩頭不到岸 嚴格的外防輸入和內防抗生政策也沒有辦法動態清零 導致跟內地又無法通關 國際上又嚇破了外傷 影響到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其實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在立國安法那天已經沒有了 上屆政府在任期末段 似乎明白這一點 首先4月 取消了個別地區的禁飛令 亦對社交 距離放寬 這個措施 這屆政府上場一個星期 取消了個別地區航班熔斷機制 其實也是釋出善意的 亦開始放風移舊縮短入境檢疫的時間 初步可能是7日 變成5加2 容許居家檢疫 希望以針對性 對付紅黃馬的政策代替 雖然政府沒有公佈正式長程 但以上種種措施 實際上 都是走向放寬 即是 跟外地通關為先 究竟 內地那裏還通不通呢 如果你跟外地通關 你跟外國一樣 回大陸的要求又嚴格了 因為他要當你是外人 因為你跟外國有接觸 你明白嗎 大陸現在的政策就是 任何大陸的人 回到去 甚至中國人又外國回去 都是要很長時間隔離 那麼香港 會不會一視同仁呢 一定會 因為你 是跟外國接觸了嘛 好了 我們要見一下 現在這個問題 究竟發生是哪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呢 就是 你跟深圳 那個 防疫政策 如果是南沿北前 永遠都不可能跟大陸通關 香港 現在 在一大部分政府的眼中 要背靠祖國 要靠大陸 沒有可能為了 要做國際中心 而放棄跟大陸通關 我不太相信 這個香港政府夠膽先跟外國通關 而不跟深圳通關 這個 是 那麼多年來特區政府 以往 梁振英不夠膽 林鄭月娥不夠膽 我不相信李家超夠膽 早在政府的立法會前廳交流會之中 有很多個建制派議員向記者表示 感覺到政府已經 將海外通關放在最迫切的位置 始終 是比較摸得到可行的方法 只是官方不肯公開承認 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 前日更加在公眾場所活動之中承認 金融界做生意需要外遊 即使未能跟大陸檢疫通關 也可以先對外通關 盡量減低對旅行的障礙 原來要做生意 要做金融 田北辰認為 應該 警要求由現在的7加0 變成3加4 之後變成0加7 即是自己在家旁邊算數 採取居家檢疫 其實 有沒有人肯制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他説11月的時間未算太遲 始終新政策 是要摸著角石頭的殼 重申洪馬措施是多餘 因為任何旅客抵港只要在檢疫期間確診 就會被送到中高灣隔離 或是戴家居手帶 疫苗通行證本身也要限制高風險人士出行的功能 他說 有信心 政府最後的版本不會是安心出行下的紅黃綠馬 而是透過疫苗通行證落實 我們沒有信心對政府會做任何事 基本上 做的事都是 錯誤的方向 這次 被人印象中 是好像商界要夾政府 我覺得香港特區政府 是不敢 先通外國 因為這件事 是政治不正確的 跟大陸的政策 南緣不切 那你究竟要拆台還是怎樣 還是你打算11月 習近平會下台 所以 不用堅持清明了 到時深圳也會放寬 是不是這樣想呢 我覺得 不多不少 現在的特區政府可能有想一件事 但是 你說要先通外國 我是真的不相信的 最重要的是政治問題 現在香港甚麼都會有政治問題 政治解決 我不相信 這次通關可以用經濟的角度去解決 是不是 當然 現在主要出來吹風就是商界的人 例如田北辰 林健鋒 葉劉淑儀等等 就是親商界 他們 是以商界的利益作依歸 當然就是 十一月我們要召開 金管局 還是廣交所 要召開 金融的峰會 我們要請全世界的投行金融的精英 全部來香港開會 你如果不放寬檢疫 那些人怎麼來開會 然後 然後 就是 除了這樣之外 還有甚麼 就是 七人籃球賽 七人籃球賽 所有的外國人全部都是狂歡的 有些人不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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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密集的話 是不是會大爆發 你政府真的可以放 人進來 我真的不相信 我真的百分百不相信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餅來的 但是這個餅不是香港政府說出來的 而是這班商界 例如林健鋒 剛才所說的那個 例如 田北辰等等 葉柳這些 全部 都好像一起畫餅給政府吃 還有這個餅自己也吃了一份 覺得是會的 十一月 你看 搞那麼多重要事 真的 你以香港政府 的政策 近衣三年的政策 從來 凌左膜右 凌緊莫鬆 我真的不相信 他會為了做生意 為放寬 這件事 除非 有人告訴他習近平倒台 動態清零就快收屁 這樣香港政府才敢做 但是這個 要以十大開完之後才有公佈的 他會不會連任 那麼香港政府敢下注 我不認為香港政府敢下注 所以 我認為這個消息的真確性 不高 而且 尤其是商界推出 其實大家記不記得 商界其實已經說了很久會通關 前年已經說12月通關 2020年12月通關 誰知道 一年 整年過去不斷傳出 快要通關 現在也不敢再傳了 現在還要說到今年11月 其實 你確認習近平倒台 即時可以通關 現在問題就是 要等到10月份才公佈 11月 做不做得切呢 我不是很相信做得切 這個牽涉到習近平的問題 要等到 10月份20大召開 閉幕公佈 他是不是連任又或者不連任 才可以有 夠膽去 定定一個政策 我認為 所以 現在 出來已經出口述 或者在帶風向 其實是一班商家佬 他們 是故意把這個餅拿出來的 當然這個餅很多市民都願意吃 希望早點通關 問題 政府 香港政府 他們吃的不是這塊餅 他們吃的 是上面的order 上面的order是甚麼呢 暫時肯定是清零先的 你看到深圳 很極端 已經回頭了 香港 我真的不相信 夠膽跟深圳是相反的政策 這次時間暫時說到這裡